今天教大家全新的方式在电脑玩DNF手游 不是模拟器哦,请放心使用 比我们之前介绍的WASD加映射功能更加强大 来,准备好你的电脑、数据线和手机 设安卓手机都可以,华为和荣耀也没问题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获取更多精彩的游戏教程 首先,电脑浏览器中输入k22.com-pc 会打开K22电脑版的网页 下载并解压压缩包 打开解压好的目录,点击k22.stop文件启动k22电脑版 现在我们还没连接手机,所以找不到连接设备 点击左下角的连接教程 这时提示我们需要在手机上面安装k22的应用 掏出手机,打开浏览器,扫描尾码下载k22 下载完成后,安装k22 然后启动k22 按提示授予下通知栏权限 第二步,要在手机上,按电脑激活的指引操作 我们回到手机,点点此激活k22按钮,进入激活界面 滚动到最下面,点击使用电脑激活 接着按指引操作 这里重点缩下开启开发者选项 找到手机的关于界面 狂点下版本号 不同手机不一定是版本号 可能是别有的号之类的 反正都狂点下 就会出提示你开启开发者选项 接着开启USB调试 进入开发者选项 找到USB调试 开启接壳 以上完成后 回到电脑 点下一步 然后我们掏出数据线 连接手机和电脑 电脑的设备列表就出现这台手机了 点击电脑的激活按钮 稍等一下 手机这边就会显示激活成功了 激活成功后 我们点击投屏到电脑 电脑就会出现手机的画面 然后我们添加游戏到K2中 并启动游戏 左上角就会有一个悬浮窗 需要做些映射的设置 我们点击它 添加一个十字键 无论是用WAIC来控制的 我们改成键盘的上下左右方向键 再把半径调小一点 拖拉到左侧的虚拟摇杆位置 回到游戏 按下上下左右测试下 操作正常 接着我们配置下这个基础攻击 基础攻击有两种操作方式 单击或者按下滑动 这里按下左滑是触发滑散的 我们来配置下 点开悬浮窗 在普通攻击这里点一下 按下键盘X 就可以解决单击情况 在空白处 左滑一下 就录制了手指的滑动 配上一个快捷键 拖拉到普通攻击这里 就完成了滑散技能的设置 回到游戏测试下 按下空格键 触发滑散技能 按下X键 触发普通攻击 再来设置下其他需要滑动来瞄准的技能 这个技能是按下后 再调整施法方向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KR来实现纯键盘输出 添加一个摸霸技能键十字镜控制板 再设置一个快捷键 把半径调小点 拖拉到对应的地方 再调整下偏移的Y轴 让它完美匹配技能的范围 保存 回到游戏再测试测试 长按配置的W键 这只我们可以用十字键操作技能的瞄准 松开W键就会失法 并且方向键回复控制人物移动 我们再按这个思路 把剩余的按键配置完 再回到游戏测试下 可以看到 这几个需要瞄准的技能都可以用方向键来释放 这样就可以纯键盘操作香炮师这个职业了 接着讲下这个四合一技能 按下后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会触发四个不同的技能 我们回到悬浮窗 手指在空白处 往上滑动 操作就被录制了 配置一个按键 然后保存 拖拉到这个技能处 这样就配置好往上滑的技能了 然后我们依次把左、下、右的技能也配置一下 全部配置好后 回到游戏测试下 分别按下刚刚的四个按键 都可以轻松释放技能 非常完美 这就是K2电脑版玩DNF手游的教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